陛下 您没事吧 御医 快传御医 陛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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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没事吧 以前几日这样劳累 每日还颠簸赶路 要不到了下一个驿站 我们休息两天 调养一下 说什么呢 你夫君身子和桥溅着呢 陛下病情日益严重 总协欠他也好 我心里惯见 御医说陛下好好休养着 还能维持下去 你也不要太担心了 我是有很多话想和陛下讲 穆凉 再快些 快嘞 驾 驾 如何呀 陛下是保重的龙体 如此劳身幽私 这病情就加重了呀 陛下心里放着那么多事 身边又没个说话的人 如何能不劳身幽私 下去吧 来 禀报陛下 城外驿站传来消息 太子殿下他 小点声小点声 陛下睡着了 出去等着 太子回来了 回禀陛下 是 太子殿下的车架已到城外 今日傍晚便能入宫面圣了 好 好啊 王红啊 保奴在 你赶紧 吩咐御厨 让他们做一些 鱼儿平时爱吃的 制羊肉 唇鱼羹 还有鱼儿最爱吃的 白玉糖糕好 多做一点啊 是 陛下 鱼儿回来了 鱼儿回来了 长大了 我的孩子长大了 没遇见 也有了几分英气 想你母亲 我 我